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我的 轻松搞定 不是吧 它们既然变成恐龙袋了 那我们赶紧把它们解救出来吧 哇 蓝色的恐龙袋 看看里面会有什么 哇 好像是积木哎 这里还有说明书 天呐 还有好多好看的贴纸 上面还有小恐龙呢 这个说明书教我们怎么把它拼装起来 快看 它的步骤都很详细呢 我们拼装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来哦 这样会节约我们很多时间的 这两个是恐龙的眼睛 那我们给它把贴纸贴上吧 我要给它选一个红色的眼睛 一只眼睛就好了 下来还有另外一只 快看 这里是眼睛 那这个一定是它的嘴巴了 enge摄底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天哪 它太炫酷了吧 快看 这里是它尖尖的嘴巴 两边是翅膀 这里是操小脚 第二个恐龙蛋 是红色的 小朋友们 你们猜猜它里面是什么恐龙 我猜是三角龙 那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吧 嘿嘿 赶紧来看一看 哇塞 真的是三角龙啊 这是它的说明书 哇 同样的也有非常好看的贴纸 说明书内部是教我们如何拼装的 那我们赶紧开始吧 我们赶紧开始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拼装完成 我的天呐 这个三角龙也太可爱了吧 快看他大大的眼睛 还有三个角 尖尖的 还剩最后一个锦带 那这次我们就用小锤子来敲敲它 哇 里面好像是一个粉色的恐龙 说明书 还有贴质 几目碎片 那我们就赶紧拼装吧 Let's go 变小麻草 变小麻草 嘿嘿 一个粉红色的复制龙出现了 简直可爱的不要不要的 而且他的表情感觉好猛呀 一二三四五 啊 居然还有几个恐龙没有召唤回来 小伙伴们 快给他们点点赞帮助他们吧 好 好